奇闻不知何处寻,密探方知在此见 在床上不吃不喝,日渐消瘦,一家子人没了主见 眼看刘一阳就要迎新娘入门,又担心这老太太随时都有可能厌弃,不知如何是好 刘平惊人指点,可寻一个相命师,策策这家中祸福,好安排这门亲事该不该推迟 刘平多方打听,找到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陈松青 刘平给了许多好处,请陈松青帮忙相命 态度虚心,言辞诚恳 陈松青正值风头大盛,正欲将家传绝学推而广之 再加上这刘平所给财资颇多,便欣然应约,随之前往河南老家 道德村中,陈松青先是替老太太看了相,又为刘一阳看了 捏纸掐算半赏,陈松青得出结论,婚事可如其举办 老太太虽来日无多,但面向之中阳气颇足,当时阳寿未尽,还有些时日活头 再说这刘一阳结婚,本就是喜事,可为老太太冲喜,无需多忧 这么一说,刘平一家子放下心来,一切照旧推进 准备三日后迎接新娘进门 但等到迎亲之日,他见到众多人围在一块,脸色愁畜 有的人还唉声叹气,像是在讨论什么 陈松青走上前去询问缘由 上前一看,陈松青发现刘平手中拿着一把生了绣的彩刀 其他众人则围在他身边指指点点的说话 众人进陈松青前来,便都闭口不言 陈松青甚觉奇怪,但又拿不准此事是否与自己有关 不知该不该问,便立在当场,看着刘平也不说话 刘平率先打破的沉默,他指着菜刀对陈松青说 陈板下,刚刚有个很奇怪的中年人来到我家,丢下这把菜刀 陈松青一听,明白过来,刘平所说的这个中年男人应该是个奢刀人 奢刀人是个民间神秘的组织,他们永远背着一把剪刀菜刀走街串巷 如果有人问起,他们会将刀剪慷慨相赠,并说出一句预言 预言成立之时,便是他前来许前之日 陈松青知道,奢刀人既然留下菜刀,必然有言相赠 便问刘平道,此人可留下什么话 刘平吞吞吐吐,不知如何张口 陈松青眉头一皱,当即何斥 我诚心替你家相命,非贪图钱财 乃是一斩我平生所学,光我们没 你如果有事,瞒我请自便 说着,便要出门而去 刘平一听慌忙道歉,拉住陈松青说 陈曼仙,还请息怒 我不是我不说啊,而是这事不知如何说法 陈松青板着脸道,那人如何说,你便如何说 刘平指得不住点头 这奢刀人啊,在陈松青刚出家门不久 来到刘平家院中,站在院内也不说话 许多人看到觉得奇怪,便把刘平叫了出来 刘平见此人陌生,不宜本村人便上前打招呼 询问何时 奢刀人操着一口四传口音,对刘平说道 这刀你留下,两日之后你家中老人病故 我再来授钱 留下此话和菜刀,便扬长而去 刘平并众人,呆立当场 两日之后正是刘亦阳新婚之日 陈松青一听此言颇为奇怪 他平日里听说过奢刀人的事迹 但却从未亲眼目睹 此种江湖人士行迹诡异 被传得玄玄乎乎 所以近来常有一些骗子 冒充奢刀人行走江湖,招摇撞骗 反正一把旧菜刀不值什么钱 如果所说不硬,大不了不要菜刀 又亏不了多少 如果所说硬也 可能就会小发一笔横财 这倒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卖卖 所以陈松青向来对这类传说人士 并不感冒,甚至有些不屑 再加上陈松青自打出道以来 从无失手,心高其傲,颇为自负 所以陈松青听完后 只是轻蔑的一笑 回道,这类相互骗子无需理会 他只需要留下一把破菜刀就走了 你寻都寻不到 而我则留在此处 直至你而完婚 你大可放宽心 刘平一家显得颇为犹豫 但是毕竟陈松青所说在里 况且,幕下所有礼节物资和情帖都已经安排 现在恐怕退都不好退了 于是众人一和解,婚礼照办 但是为以防万一 刘平特别安排弟媳妇轮流照顾母亲 务必要母亲拖过几日 两天以后,婚期如约而至 四方邻居亲朋好友都上门来祝贺 喜气洋洋的氛围让人很快忘了烦恼和忧愁 婚礼的当晚琐事太多 家里人手不够 本来照顾在老太太病床前的老二媳妇 见一切平静 便离开房间去帮忙了 本来一切正常 就在敬酒礼节完成之后 刘一阳正待进入洞房 突然口吐白沫 倒地抽搐 大叫一声 奶奶 然后不幸人事 众人大惊 手忙脚乱 几个叔叔抬着刘一阳进房间 有的人赶紧去叫当地大夫 刘平心惊胆战的走进母亲房间 他颤颤巍巍的伸手一摸 母亲已经没了气息 刘平两股战战 结结巴巴说不上话来 过了老半天 哭天抢地地喊出了一声 我的老娘啊 便泪如泉涌 过了半晌 刘平想起来 自己的儿子现在不知情况如何 赶紧冲出房间 要去看看刘一阳 陈松青见刘平从房间出来 满脸泪痕 便大概知晓了情况 他呆立在当场 自言自语道 怎么可能呢 自从出道以来 从未失手 怎会在这个射刀人的手里翻了船 黄河水天上来 只舍刀不受卖 若问我何时取 趁雨应 自到来 屋外传来有人唱歌的声音 众人皆转过头 寻声望去 刘平听到此声 全身打个激烈 剑一样冲了出去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 幽黑的粗糙汉子 挑着一个竹边箩筐 微微带着笑容 看向屋里 刘平扑通一声 跪倒在那人面前 哭着说道 神仙 神仙 舅舅我儿子 我给您磕头了 说着 那头便磕 一声一声 砸在地上 阵阵发响 那位射刀人放下箩筐 赶紧上前 扶起刘平 说道 我可销售不起这等口白 我只是个射刀人 趁雨应验 便来收钱 不是来受礼的 屋内众人听了 急忙喊道 拿钱 赶紧拿钱 老二媳妇 快 老二媳妇 急急忙忙的 取了钱出来 颤抖着双手 塞到射刀人手中 射刀人接过钱数了一下 说道 一把菜刀十五元 多了我无付销售 说着 把多出来的钱 又退了回去 老二媳妇不敢接 硬是把钱往回塞 射刀人马上变了脸 把钱往地上一扔 挑起箩筐 便要往外走 刘平赶紧一把手 抱住射刀人的胳膊 哭着叫道 神仙啊 我们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舅舅我的儿子吧 是我自作主张 要罚就罚我就罚我 说着又要下跪 射刀人无奈的摇了摇头 贪口气道 我只是奢授菜刀的 并未告知你们 如果做 错从何来 一番话 说得刘平哑口无言 不知如何是好 舍刀人说嘛 父又放下担子 取出一把菜刀 交到刘平手上 说道 此刀你且留下 十五日后 你儿苏醒 我再来取行 说完便又挑着锅筐走了 十五日一到 随着熟悉的歌谣声传来 陈松青心头一紧 转脸看向屋外 刘平一家慌忙冲了出去 门外站着的 还是那位熟悉的舍刀人 挑着同样的箩筐 露着同样神秘的笑容 刘平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满脸虔诚的 要迎舍刀人进来 这位舍刀人立在院中 不肯进屋 只笑着说 我来取十五日前的舍刀钱 十五月 刘平连连点透 口中答道 应该应该 刘平媳妇已经拿了钱过来 舍刀人刚要伸手去接 陈松青 没忍住打断 千万 众人转头看向他 脸上茫然 陈松青接着说道 十五日期限随之 可依阳并未专行 话没说完 房内传来咳嗽声 紧接着便有人听到在喊 妈 妈 依阳醒了 刘平媳妇兴奋异常 一边答应着 哎 一边小跑进了儿子房间 陈松青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住了 尴尬的立在当场无话可说 舍刀人数了数钱 算得数目没错 便挑起箩筐 转头出门 陈松青回过神来 一拍脑门赶紧追了出去 这位刀行 请稍得 舍刀人听到背后有人叫他 便回个头来 看到陈松青追了上来 便放下担子 笑盈盈的站在原地 陈松青跑到面前 拱手做了个礼 说道 道兄 我姓陈 名松青 乡门一派弟子 师父乡门 今日见到道兄 趁雨这般凝宴 方知舍刀一门名不许传 惭愧 舍刀人还了一礼 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 陈兄客气 我叫杨青山 你我名字中都一个青子 有缘有缘 陈松青迫不及待地 询问着舍刀人的过去未来 虽然是有些唐突 但是这位叫杨青山的舍刀人 似乎并不反感 耐心地回道 舍刀一门 源自于鬼谷大仙所传 鬼谷大仙乃是千古其人 通晓 纵横 百合 军法 战略等众多学派之说 门下有苏勤 张仪 孙斌 旁娟等不是人才 独具通天之志 我等舍刀一派 仅得传奇占卜艺术 不敢妄受尊称 说完呵呵一笑 二人你来我往 聊得颇为投机 渐渐忘记了时间 陈松青在谈话中得知 这舍刀门派 因为仅惜得占卜艺术 故而形势低调 一不抛头露面 二不匡取钱财 只是在山林之间行走 默默坚守着舍刀人的使命 陈松青恍然大悟 自己也是读学相法一术 但是似乎快要忘乎所以了 一路受人追捧 替人看相 收费更是水涨成高 自己心性已然被混沌蒙蔽 早已失去这动明之慧眼 还弹劾看相补明 陈松青想起来 当日在刘平家中看到刘一阳黑气生腾 便是元气散失的表现 但是自己心性污浊 心情不纯 故而忽明忽暗 但是陈松青仍是不明 为何刘一阳的婚事恰恰好 就赶上了老太太过世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他将此疑问 说给了杨青山 只见杨青山呵呵一笑 反问道 刘家儿子结婚之日事属何日 你可曾算过 陈松青想了半天 没有想明白其中的缘由 杨青山解释道 刘家结婚之日乃是太虚日 本是个良辰即日 但是因为家中老人性命垂危 会借由喜日吸收洋人缘气 然而老太太命述至此 吸了洋气 反而转冲太虚 性命不跑 而被吸收之人 则会因为洋气散失 而力不能支 陈松青这才明白一切缘由 自己所学狭隘 不懂洞杀全盘 再加上心性寿屋 自身已经心气不纯 如何能为他人看得准确 近来 洛阳又出现蛇刀人趁月 他所说的是不孝之徒 圣乎无林 白猴出世 黑鼠起祸 一记夙语 净坠样拳 问津天下 其言有诵 下期咱们来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 不散 感谢您了 下期咱们 arqu 택 教 dei erek apologi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